家门口民众过年放爆竹 但眼前的小白狗竟然咬走烟火往屋内冲 一阵火光四射狗主人赶紧抢走烟火往户外一丢 但小白狗似乎是咬上瘾了 二度叼走烟火往狗窝跑 大火吓得尖叫 一旁的黑狗也赶紧上前关心同伴 自主也看傻眼 影片近期在网络疯传被称为是狗界邯郸 而其实狗本尊就是他 听到有人喊自己名字 小布点立刻往前跑 模样超萌 他是英国协同的杰克罗素梗犬 今年五岁是只公狗 个性活泼 自主说小布点平常爱抓老鼠 过往不曾让他靠近鞭炮 这回一个不留神竟然上眼狗咬烟火 把他抓进家里面检查看看有没有受伤 就完全就完好如初 可能就是扶须上面就是几根被烧掉 四主抱起小布点 仔细瞧索性毫发无伤 但为何小布点完全不怕烟火 四主也难以理解 本来是想说是要给黑狗玩的 谁知道意外他冲出来 他冲出来就这样摇走 因为这次就是不小心他跑出去了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地把鞭炮摇走了 狗咬烟火的罕见画面 让狗借寒丹爷以炮而红 记者联援冰王百音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